自得 黎明 好久不见 也还好吗 你认识啊 黄黄 对 钱老板 你说他就是你那个 钱老板陆总啊 他房外那人是他女朋友吗 感觉还挺好看啊 不是 你不说他这人不怎么地吗 老天也太不公平了吧 他这种人都能找女朋友 行 走 打车去 对了 喝点什么 咖啡吧 这个点喝咖啡 那你还能睡着觉吗 平时喝习惯了 而且有时差 这个点 不喝也睡不着 行 我给你弄 一帮 你稍等一下 你以前不是都叫我孟姐吗 怎么改口了 那不都是小时候的事吗 这咖啡机好像不太好使 我没事 我喝什么都行 坐了这么久的飞机 我先去换身衣服 好 您去吧 回家又一家 好 你去吧 回家又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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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妈 谢谢 是的 冯冯 这房子还真挺好啊 你看这装修家电都挺高档的 多少钱个月啊 要不我跟老何也在这小区租一个吧 我这个价格你可能是拿不到了 因为这是我老板的房子 他打折租给我的 是吗 那可爱你这老板挺少神运的 是 喂 喂 女猫 我家那个咖啡机怎么用啊 就你帮我买那台 你晚上不是不喝咖啡吗 我招待一个朋友 喂 听到了吗 我听着呢 咖啡机说明书 就在橱柜的抽屉里 你拿出来自己招着做吧 抽屉 这么多抽屉 我上哪儿找去啊 你就教我 你之前给我泡的那种就行 我之前泡的是手冲咖啡 不是用咖啡机做的 手冲咖啡 那这要怎么弄啊 你站着啊 你别挂啊 你慢慢跟我说啊 一步一步告诉我 你用废水 冲洗一下过滤纸 然后呢 预热一下咖啡壶 你再把咖啡粉均匀地铺在上面 你第一次冲水的时候 你让它先闷一会儿 把咖啡的香味萃取出来 再分两到三次冲泡 要顺时针慢慢倒水 需要一点耐心 怎么这么麻烦啊 那直接冲不行吗 陆总 您要是着急就喝速溶吧 行了 我知道了啊 行了 你帮我拿一下美容仪 爸 在箱子里 嗯 这个 谢谢 冲冲 我跟你说 这个美容仪还挺好用的 我感觉体压效果还挺好的 你 我开 喂 喂 蜜萌 你之前用的那种糖在哪儿啊 应该是放在 餐厅的食品柜里了吧 来 找了 挂了啊 冒冒 谁呀 大晚上一遍遍给你打电话 你一个同事 男同事 女同事呀 要你管 你吃这个啊 我最近睡得不太好 没事的 放心 施总 这是莫比项目的调研报告 您看看 这么快啊 陆总知道这个项目吗 不知道 要不你去问一下 看他愿不愿意一起投 据我所知 这类项目不在陆总的投资领域里 之前我在金明资本的时候 陆总就拒绝过健身类的项目 以前拒绝并不代表永远拒绝啊 而且他很欣赏你的能力 说不定你做的项目 他会感兴趣呢 音乐 音乐 过去 伍淼淼 你来给孟姐接风来了 不是让你换一换女工作 你笑了 就是 能把你手机放下 这是 来 妈 我们为了孟姐回家再干一杯 来 干杯 谢谢你 欢迎孟姐 谢谢 陆总 你坐 是这样的 施总 让我过来跟您说一下 我们最近接触了一个新项目 宁王 这个外卖软件 能不能多留一个不用号码 可以啊 那两家店铺的外卖 能不能一起复活呢 不可以 你不太会弄 我们帮弄你 弄好了吗 弄好了吗 好了 谢谢 不客气 你刚才说的什么 不好意思 这个墨比健身器材 这个墨比健身器材 我们调研了一下 它比市面上其他品牌 多了一点优势 就是它那个折叠 喂 喂 陆明明 孟姐的事我给你打听了啊 你这儿 他这儿回国 可能是因为分手 他跟那个男的都谈了好几年了 都快订婚了 这分手 可能对孟姐打击有点大呀 具体怎么回事 我朋友也不可能知道这么细啊 你说 这么一闹 孟姐还回美国吗 从小学到高中 都是孟姐陪着她慢慢长大的 特别是她爸妈分开之后 也就只有孟姐能陪陪她 高中的时候 她说 孟姐去纽约学艺术 这对陆明明的打击特别大 那 她没有表白吗 说了 还是在孟姐临走的前一天 我送了她就说的 可是 孟姐觉得 她还是个孩子 说的都是孩子的话 根本没当回事 所以 这么多年 她一直在等她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细啊 我劝过她多少次了 可你猜她怎么 她说 是孟姐 是孟姐 陪着我度过了人生中 最孤独绝望的那些年 我愿意等她 等她回过生来看到我的时候 不再像是看到一个小孩 而是看到一个男人 原话 你猫猫 你没事吧 没有 现在孟姐回来了 我想 她应该能看到她了 挺好 是 那个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还有好多工作呢 行 加油 我送你 谢谢 谢谢 不用 不用 孟姐 那个 也许我把这些都告诉你 也是做了一件对的事吧 那个 也许我把这些都告诉你 也是做了一件对的事吧 陆总 坐 你是来问我 莫比项目的事吧 对 项目书我已经看过了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还麻烦你跟施总说一下 这个项目 我们就不投了 好的 你都不想问一下为什么吗 一定有您的理由 那还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那还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霓宝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 通常 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会做点什么事 让心情好一点 我就听听笑话 听听段子 上网 看看脱口秀什么的 笑一笑 心心就好了 你能不能叫我几个笑话 就像上一回 我们在凤凰家坊食堂里 你给我讲笑话 就那种 你上网找找吧 网上什么都有 走了 走了 这个陆总没有别的意见吗 没有 这赛道是小了点 这从市场角度来说的话 这么比这个产品 可能比较难引起消费热点 要不你忙 咱们就先把这项目放一放 施总 其实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 都越来越高了 所以健身市场还是有机会的 那至于消费热点 我们可以从产品的设计上 你这些都跟陆总聊过没有 陆总可能最近比较忙吧 他就只告诉了我结论 陆总不是一直都很忙吗 这次怎么连讨论的机会都没有 你跟陆总是无浪矛盾了 没有 石总 我们会不会有点太过依赖陆总的判断了 陆总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 他的意见我当然要参考了 我不反对我们参考陆总的意见 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联盟啊 投资这行呢 需要资金 资源 还有经验 资源我有 但是经验是我的短板 要累积经验呢 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而且要付很多的学费啊 所以在公司初创期 如果能遇到一家有经验的公司 一起合作 给咱们指指方向 那咱们公司就能够迅速成长了 施总 一直以来 您对我的青睐和照顾 是因为 我和陆总的关系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